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饭后茶语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 师范语集团的总裁胡总裁 主任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总裁我们常听说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个年金的产品 听说有很高 35%的红利 真的有这么好吗 好 大家先要了解一下 很多人听到35%的bonus 都以为这个钱将来可以放进去 也可以随时拿走的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对这个35% bonus 到底用在哪里 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解释 一般在像指数这一类的年金 指数型的年金 尤其是这种好的bonus的年金的话 通常一定的话 它有两个value 两个价值 一个叫账户的价值 一个叫福利的价值 那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 账户的价值是说 我把钱放进去以后 将来我从里面提令 或者我想要一次拿走的话 我是从账户价值来算的 如果到十年以内提令 可能还会有一些解决罚金 超过了以后 你就是账户价值可以直接拿走的 通常这个就是我们累积存钱 将来要拿走的 那这个35%不是加在这个账户价值里的 那35%是加在哪一个部分呢 我们是加在福利价值 我们英文叫benefit value 那benefit value是讲什么呢 它是一个价值 然后呢 我们呢 这35%是加在这个价值上 所以你十万块放进去 马上这个福利价值就变成十三万五了 那这个十三万五呢 这个价值是做什么呢 它不是可以让你直接拿走的 它是说什么 你这个价值呢 将来你要每一年拿收入的时候 收入的时候 而按照这个福利价值 乘以一个 你每一个年你有个不同的payout rate 按那个rate来算 比如说你payout rate是五 你价值是三十万 那你三十万乘以5% 也就是说你每一年可以至少拿一万五千块钱 一万五千块钱 所以大家也知道 这种高红利通常都是放在福利价值 而不是放在账户价值 是你将来所一次拿 想拿走拿不走的 那这样的好处在哪里 其实35%是一个非常好的价值观念 为什么 很多人说啊 这一段时间了 很多时候市场不好了 大家想需要保守一点 可是银行又太低了 那你35%算起来 算在福利价值上的话 我以十年来说 单利来说 等于一年有3.5 那你既然 这未来时间 一年已经有3.5 立于不败之地了 所以这35% 实在是也一个很让人动心的部分 所以我们大家来看 这35% 可以让你未来每一年拿钱 如果拿着一辈子 拿着养老的收入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bonus 但是如果你的重点 只是我存一点时间 隔一段时间 我想拿去 一笔拿去 拿去买别的东西的时候 这个呢 这个35%就不apply了 那如果我们人过世的时候呢 那有些公司可以说 这35% 孩子能分5年 我们家人分5年提领 这样子 你有机会领到福利价值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特别要讲清楚 到底放在哪里 那还有呢 通常这一类的35%的福利的话 通常还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你至少要在里面放10年以上 也就是说你今天放了以后 如果10年内想要用钱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享受这个福利的好处 他只能用普通的提领的方式 那你35%的好处就享受不到了 所以呢 今天来讲 这个35%的通常要这个高福利的话 如果你要享受35%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知道 大概你这个钱是10年内 不会去用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35%红利听起来很好 但是重点适不适合你 第一个 你能不能放10年 第二个 他是从哪里可以拿到 这35%的福利 而不是我们什么样时间都可以拿 如果有细节的问题 请大家跟我们范语公司联络 或者跟我们当地的范语经纪人联络 这样的话 可以在这段时间呢 帮你做一个最好的年金的搭配 哇 是 谢谢总裁 今天帮我们介绍的这个产品 其实真的所有的产品应该都是要照您个人的需求做一个规划 包括总裁提醒这个钱可能在10年之内 或是更长的时间的规划等等 都需要您询问一个真正了解产品的专家 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见 再见